你好,我是美珍 慢性疾病患者普遍上市每隔两三个月就需要到医院复诊 但是医院药房一般上都只提供一个月份量的药物 导致病人几乎每个月都需要到医院或诊所领取药物 这对很多病患和家属来说都不太方便 因此为了方便长期到医院或诊所领取药物的民众 卫生部推出MyUbat服务 MyUbat手机应用程式是卫生部所推出的一项线上服务 目的是方便定期到医院或诊所取药的民众 根据了解目前卫生部已在全国包括沙拉越和沙巴 超过180家政府医院和诊所推出MyUbat服务 因此民众只需要下载这个应用程式 接着进行注册后便可预约领取药物的时间 同时还能选择将药物邮寄到家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只有药囊和药片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送到家 至于那些需要存放在冰箱的药物 液体药物以及神经药物 一概都不能通过邮寄的方式领取 MyUbat服务不但可以节省时间 无需担心在药房柜台前排队 也可以减少与人接触 降低感染冠病的风险 但是选择邮寄药物服务的病患 都需要自行承担邮寄费用 同时这项服务只提供给药物 即将在三个星期内用完的病患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